大家好,欢迎收睇明报530 今天是2月9日星期五 亦都是农历年的大年三十万 祝大家合府团圆,吉兴满庭 这个大年三十万 除了是86年来最暖的2月9日之外 还是未来五年的最后一个年三十万 未来五年都只有年二十九 没有年三十万 在香港不下场踢球 就搞得要出商品说明条例的美斯 他农年的第一个希望 在年三十万那晚 没有了 因为他三月访问中国踢友仪赛 取消 杭州市体育局给出来的原因就是 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那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总理杜鲁多今天发火 骂Bell 即是贝义公司 还叫全国的人出声 骂什么 是不是说他们的手机电话收费过季 有件事 要跟大家讲讲的 下星期一 农历新年初三 因为是明报工会员工假期 所以 530也会休息一天 在这里 先跟大家拜个年 祝大家农年进步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肚年最后一天 安省省民都算收到个好消息 就是联邦政府会在未来10年 撥款31亿元给安省 改善医疗服务 增併更多的医生和护士 同时改善获取医疗服务 比如去急症室等候的时间 总理杜鲁多今天已经作出这个宣布 他说 这样将会有助于安省的人 除得应有的医护服务和质素 根据这项撥款协议 安省将继续实施 你的健康 污联变节 互利计划 并创建新的初级互利团队 以帮助更多的人 和家庭医生联系 省长福德说 这项10年协议 将有助于省府 在不同医疗范围的投资 省府将聘用数以百计的家庭医生 和职业护士 以及数以千计的新护士 和个人护理工作者 另外 亦会将医疗护理教育课程的学位 增加超过700个 并提供学费资助 省府 亦会令到在本国 和外国受训的医生 和医护工作者 更容易在安省职业 另外亦会改善数码系统 令到不同医疗部门 更容易共享资讯 听完这些计划 当然有少少失望 因为到属于远水 不能够近火 但是远水总比没水 分10年是慢 但这代人享受不了 都希望下一代可以过得更好 但这个计划 何时才开始 31亿每年怎样撥发 联邦和省政府都没说 希望不用等到 2026年联邦大选 和省选开始前才落实 省长福特表示 现在有近30% 去到急症室求助的患者 只不过是有 例如好像角伤和喉咙痛 这些病状 其实他们并不需要去看急症 他会聚焦在 应对急症室的 涌枝情况 寻找实际的解决方法 农历新年想买优质 优生产品 那就要去港利行 他们不止有优惠 花旗森仲是百分百安省种植 自保养颜的燕窩棧 豐富胶原蛋白的海芯 还有花枸 冰酒 各款海味 产品都有精美礼盒包装 可以到第一广场 或者万甘广场门店 选购价 港利行 连续十二年成为加拿大安省花旗森 指定经销商 现在在网站订购 就送货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国 養生健康 受算港利行 在香港说大比伤了 只落场看球不踢球 但是到了日本 生龙活虎 踢足30分钟的 阿根廷球王 中国叫他做 梅西的美斯 他在日本说 他很期待 3月去中国踢国 就是有移赛 但是 他这个农年希望 在肚年最后一日 应该 没错 杭州市体育局 在大年30万发出通告 作为商业赛事 前期某公司与阿根廷足球队 合谈 于今年3月份来 杭州进行有移赛 鉴于目前 众所周知的原因 他向主管部门了解 该赛事举办条件不成熟 已决定取消该赛事举办 特告 杭州市体育局 2024年2月9日 既然杭州市体育局都说 原因是众所周知 我们相信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们不再说 至于杭州体育局说 据向主管部门了解 该赛事举办条件不成熟 有关部门是哪个部门呢 是不是中国捉协呢 他没有说 所以我们无得说 至于在杭州的有移赛取消了 北京有移赛 又会不会取消呢 他又是没有说 所以我们又是无得说 根据之前官方确认 阿根廷国家队 会在3月18日到26日 访问中国 他们会踢两场有移赛 分别在杭州 在澳林匹克体育中心对阵尼日尼亚 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对阵科特迪雅 美斯去年跟着美国国际卖亚物访问中国 掀起热潮 未够半年 他访问完香港和日本之后 热潮 现在变了寒流 其实 类似美斯在香港 不下场踢球的情况 在中国也发生过 上个月 沙特联队 艾纳斯 原本说去深圳踢友谊赛 而斯朗拿到也会随队 谁知 斯朗后来说伤了 去不了 结果 全部退回钱给球迷 斯朗还开记者招待会 公开道歉 农历新年之前 他还录了一个视频 讲中文 和中国球迷拜年 结果 现在人气急性 有人还说 斯朗的C 就是China的C 这些就是识做和不识做 以前香港体育新闻名宿 五访名有他金句 叫做 球是圆的 这句真是自理名言 这个球滑下滑下 你真是不知道 它滑去好那边 还是坏那边 投好杀手 野花皮绿风胶 可以维护心血管健康 维持健康的胆固醇 金流三脂和血糖指标 有效调节血糖血脂代謝 品质注造国际名牌 野花成就健康未来 野花皮绿风胶总代理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行公司 416-888-6868 加拿大统计局今天公布 今年1月失业率下降至5.7% 增3.7万份工作职位 这是自2022年12月以来 失业率首次出现下降 去年加拿大劳动市场大幅降温 原因是利率高企 打压消费者支出 和商业投资 导致失业率从4月的5.1% 上升至12月的5.8% 虽然就业增长 主要集中在兼职工作 但就业总增长超出了 预测者的预期 这样表明央行目前 并未面临减息压力 因此统计局今天的公布 算是休喜参半 CIBC经济部 执行董事格兰失母今天说 今天的数据表明 央行不会急于减息 我们为此预计6月 央行首次减息 重管 CIBC并未改变 其对首次减息时间的预测 但目前预计 加拿大银行今年整体 基准利率的减幅将会较少 1月份 多个行业的就业人数 均有所增加 其中批发和零售贸易 以及金融 保险 房地产 租赁 进行行业带动了就业增长 同时住宿和 餐饮服务业的就业下降幅度最大 由于家人寻求对过去 通货膨胀的补偿 上个月工人的 薪资 继续 快速增长 平均每小时一直以每年4%至5%的速度增长 比一年前增长了5.3% 在永久居民和临时居民的推动下 加拿大劳工市场得到强劲的人口增长支持 与去年同期相比 经济新增就业人数34.5万个 劳动年龄人口增加100万人 由于加拿大 央行将基准利率维持在5% 经济学家预测 今年全年失业率将会上升 我是瓦佳静水麦高超 疫情都没过 现在又说辐射水飘来 不过又不用太担心 大家好像平时 喝多点水 喝干净水 当然是喝我们瓦佳静水 总理到老多今天发火 他猛烈评击贝尔公司 即是财减4800个新闻工作者 他说这一项是一项垃圾决定 他说这项决定侵蚀了民主 加拿大企业在不同的领域赚取了厚利 但是面对新闻业 一没钱赚 就一刀切 他强调政府会继续支持新闻业 并且呼吁全国人民为这件事发声 在昨天 电讯及传媒业巨头贝尔集团宣布裁员百分之后 是今年到现在为止 最大宗的裁员之一 他们并且会出售旗下 Bell Media 近一半的广播电台 Bell的行政总裁 在一封公开信里说 裁员之外 目前遍布全国的103个地方的电台中 他们会出售45个被确定无法持续经营的电台 贝尔发言人形容贝尔旗下的媒体 是处于数码转型阶段的时候 新闻部门录得的亏损是超过4000万 他指责当前政府的监管环境不健康 令公司必须要透过裁员来适应有关的情况 他希望事件能够引起政府的重视 Bell去年第四季利润案年是下跌 不过公司仍然提高了季度的股息 另外营收总计是64亿7千万 高于对上一年同期的64亿4千万 这就是为什么杜鲁多说 加拿大企业在不同领域赚取后利 但面对新闻业没有盈利 一刀切的原因 Bell成集团的其他业务是有钱赚的 他是加拿大三大电讯商之一 而加拿大的电讯网络收费是全世界最贵 这个几乎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可以说他们是赚到盘满撥满 但是就不肯支持涉本的新闻业 那也是的 比起好像只是单一做传媒的加拿大明报 Bell 又算得什么惨 反应热烈 摇果电业由这日起将延长免税优惠至本月底 垂舊换身迎农年 还有机会获得Train-in优惠 快点来摇果电业参观选购啦 优惠受约干条款限制 一个不配做狗主的人 他不看好自己养的两只狗 等两只狗咬伤了一位在多伦多等巴士的女士 被咬伤的女士被送去医院 伤势严重 虽然 幸好未至于有生命危险 但伤势会改变她日后的生活 你说她多无辜 两只咬人的狗 都是没有绑好的 咬完等巴士的那位女士之后 她还咬伤了另一个柴弹车的人 被咬伤的女士当时在公车站等巴士 两只见不到狗主在场 而又没有绑着狗星的狗就向她攻击 那位女士试图用自己的购物车 挡住两只狗 但被狗拖到在地上咬伤 幸好刚刚有部车经过 救了这位女士 另外一个老人 跟着这两只恶狗 见到他们又攻击一个踩单车的人 并且试图攻击一间屋后院的一名居民 跟着还想冲上一辆巴士上 襲击那个巴士司机 幸好那个司机及时关门 咬伤人的两只狗 是黑白相间 体型较大 可能是斗牛痕或类齿的品种 出于公共安全考虑 警方呼吁公众协助识别狗 和主人的身份 警方现在发放相关的图片 知情的可以致电 416-808-2300 或者匿名致电灭罪热线 416-222-8477 狗是动物 他们有兽性很难怪 但是作为狗主 不好好教狗就算了 还不好好看着他们 放他们出街咬伤人 那学什么人养狗 有什么资格做狗主 我是RD Up Town总裁 Helen Chin Krischer 我们拥有安省 自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RD Up Town是你的首选 一队原居住在墨西西加的夫妇 先买好墓地 但是遇上退款困难 安省一队夫妇 先为身后事做准备 但向购买好墓地的人士 发出忠告 购买墓地之后 是很难获得退款 这队夫妇因为 迁往偏远的小镇居住 要求墓园 退款 但不得要领 由于夫妇两个 不再住在原来的城市 要求墓园退款 2万4千元 杜普尔斯夫妇 在安省 墨西西加的 圣母升天天主教公墓 购买了一块土地 但之后两个人 搬到安省小镇 黑格斯维尔 新居所距离原居地 一个多小时车程 杜普尔斯先生说 不幸的是我们改变了主意 你永远不会知道 未来会发生些什么 这对夫妇最初购买 这块墓地 是为了 埋葬太太的父母附近 但现在 从黑格斯维尔 到墨西西加的车程 有时需要长达 三小时的往返时间 杜普尔斯说 随着年龄增长 我和我太太 都难以完成 这些旅程 杜普尔斯夫妇 是花了 两万四千两百元 购买墓地和纪念储碑 两个人说 墓碑上 还未刻上 两个人的个人的个人信息 当夫妇向 务员要求退款的时候 他们被告知 这个是不可能的 杜普尔斯说 他们基本上说 这个不在他们政策里面 天主教墓地 和 笨桑服务机构说 根据附例 墓地持有人 是可以将其权利 出售给其他天主教徒 价格不可以高于墓地 现行价格 安省笨桑 服务协会主席 坎宁安说 所有墓地 和火葬墙 都必须有一套 经省府批准的附例 其中将会规定 给做些什么 和不给做些什么 这对夫妇说 他们只是想提醒其他人 在规划他们 身后事的时候要小心 杜普尔斯太太说 有一块有纪念碑的土地 不能够用 是一种浪费 多伦多市今晚最低气温 是摄氏2度 明天最高气温 是摄氏10度 大多伦多地区 明天的普通无原汽油价格 会升3线 每公升152.9线 美斯除美职球队 国际马亚密来港时 缺阵风波再有新进展 球赛主办方公布 将向扣票人士退款一半 长程3月中前公布 特区政府称 欢迎有关决定 因为赔偿方案负责任 显示积极承担的态度 又指根据主办方 公开的有关球赛帐目 显示主办方 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和诚意 安排50%的 缓票票价退款 回应社会各界的诉求 主办方公布的帐目称 举办有赛的总支出近1.44亿元 当中包括出场费 长租 保安 交通 保险 住宿 和法律等费用 收益就近1.57亿元 收入来源包括 缓票 赞助 和周边商品销售等 而退票所涉的款项 是5600万元 主办方称 退款后 亏损4300万元 黎智英案进入第27日审讯 苹果时任副社长陈佩敏第6日作工 陈佩敏公称 新冠病毒爆发后 苹果采用武汉肺炎一次 亦忠视报道病毒的源头 黎智英觉得中国政府有隐瞒 及会在饭学会分享其观点 并会影响苹果的偏采政策 对于饭学会 重点是对梅州大新闻 早跟进专题 会由张建宏主持 黎珊就转每一件事都会给很多意见 上述建议的专题均是 黎珊平时会关注 或者想看到的题目 苹果也有跟进部分议题 控方向陈佩敏展示 黎智英2020年1月19日的专栏文章 绝对独裁 习近平那来的资讯 控方问陈佩敏 多久会看黎智英的专栏 陈佩敏称 如果在报章行出 他会立下的内容和标题 萧燕因为对黎智英的立场已熟能长 黎智英在2月9日 再发布专栏文章 《武汉瘟疫 中共丧终》 陈佩敏在控方讯文下回答指 武汉瘟疫及武汉肺炎字眼强烈 熟龙的朋友 来到龙年是犯本命年 犯本命年是犯太岁的一种 中国人怀疑起党三灾 无起是非来太岁 当头坐无起必有 犯太岁的年份 如果有传统的大喜事充起 当然是最好 结婚 添丁 买楼 都是传统的大喜事 而且熟龙的朋友 今年不止本命年 还是刑太岁的年份 所以是一个双重的犯太岁 幸好都有些吉星照着 吉星包括有岁架星 岁架是代表着皇帝出秦的星 有这个星的话 其实你的工作表现都算是不错的 另外还有华盖星 华盖是艺术才华的意思 如果做的事和创作有关 都是好的 问题是它是一个比较孤单的星 有这个星代表着孤方自上 人际关系是一般的 空星方面有剑锋星 剑锋是金属受伤的星 热爱运动的朋友 就要提防一下 和开车的朋友都要小心 另外来说 过了一年之后 捐一下血 洗一下牙 化解轻微的血光之灾 是对自己的运势有提升的作用 和今年最好捐一个鸡营的食物 那就自然平平安安 宿舍朋友来到农年是无冲无核 算是相当之不错 今年我们也有很多的吉星 有天起星 天传星 文昌星 天空星 和太阳星 天起是代表着喜事重重 有这个星的话 今年可以是添丁 结婚 都是一个开心的事情 另外还有文昌星王 文昌顾名思义 是代表着进修 如果想考一些的升职市 又或者来说 自己想进修一下 都是不错的 而太阳星 是代表着 男性的贵人 做的生意 如果和男士有关 比如男士服装 模型 汽车 都会是财源 滚滚的 太阳这个星 是代表远处的发展 可以拓展一些不同的市场 走动一下 都是好的 至于空星方面 就有孤神星和晦气星 孤神是代表着 跟伴侣沟通不足 有些孤单的感觉 而晦气 亦都是代表着 别人埋怨你 所以在人世关系方面 我们要小心点 当过了农年之后 就是蛇年的本命年 所以去到第四季的时间 属蛇的朋友 就要开始提高警觉 预备自己的本命年 属马的朋友 来到农年 亦都是无冲无合 算是相当之稳定 但是由于我们只有一粒吉星 就是天解星 天解并不是一个 完完全全的吉星 是代表着有困难 才去解决 是半吉半空 有这个星的话 是代表善难后二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属马的朋友 今年要有心理准备 做事是有少少波折的 尤其是上半年会辛苦些 下半年就自然好些了 而天解这个星在感情上 亦都是代表着分开 或者解除分药 所以定了分的朋友 今年要特别留心一下 在空星方面 我们就有桑门星 地桑星 浮沉星 和血印星 都是代表着 家宅运的一样 我们要关注老人家的身体健康 最好就是 换下家具 装修一下 尤其是少量的维修 都能够提升家宅运 至于浮沉星 是代表着水险 如果你们很喜欢水上活动的话 今年一定要结伴同友 那就自然安全好多了